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看起来人都一样 你可以这么说 那我说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就是为了要消除众生的焦慢 跟这个基督 所以要让大家看起来都一样 所以我说几例 最简单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我比较鼓励大家来这穿制服 为什么 因为这样避免可以穿漂亮的人有焦慢 那比较没有好衣服的人就觉得记住你 所以就造成众生的烦恼 然后也造成你自己的烦恼 因为你每次穿的都是名牌 带的都是名包包 你就会有焦慢 就烦恼 那别人就会记住 所以就是害自己也害别人 这就是为什么形式要相同 所以你问说形式相同有没有其他的表法衣 当然有表法衣 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佛陀要到佛陀那边出家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善来比休 那个人的头发全部掉慌 然后呢 袈裟就披在身上 所以看起来每一个都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出家人的法师 我们看起来每一个都看起来差不多 是不是呢 有没有 有这种感觉啊 我们看 我甚至男众女众有时候都看不太清楚 对不对 这就是形式相同的 为什么有这一样的原因 就是为了要避免自己起焦慢 或者造成别人忌妒 所以这个是用意 所以但是呢 在西方节的世界就是说 高长的高矮都差不多 那样子也都差不多 那很多人讲说 那都一样啊 万一你去 我也去啊 那到时候讲说要什么师兄 认不得那怎么办 没错啦 因为到了西方节的世界才有六神通 六神通就是有他心通 有天免通 有他心通 所以就算完全一样 你也会看出来 哦 这个就是吴师兄 那个是李师杰 因为到了那边有神通 所以就不用担心 到那边讲说 哎呀 我们同修我都不认得了 怎么办呢 对不对啊 OK 在那里 菩萨还有自慢 他们还有自慢 我说为什么会有 他们还有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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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环绕里边最难断的就是嘛 但是我们是说这是菩萨不是 你要知道 只有佛才真正断掉所有的坛生性 No but then you have to 断自我才能解脱身世轮回 So these are 菩萨 So 他 他 有可能 他已经断自我了 我们为什么到西方节的世界 是你要到那边继续学习 Continue education OK 所以任何到那边的人都不完整 不完整的意思就是说 他一定没有断掉瘫 因为瘫最后断的就是傲慢 那只有佛才断瘫 OK I mean but then besides us 还有其他的菩萨 So 他成为菩萨了 所以他已经断自我了 这个我不是想要回答你不是讲的吗 菩萨他有断烦恼的层次不同 他又有出地到实地什么 出信到实地位 所以所有菩萨到那边都有各种不同层次吗 那我要讲的是说 只有佛才断掉 真正断掉谈 所以你要意思说 那菩萨怎么还会有基督呢 当然会 No but I thought that at the very least you have to already 断自我 to to 解脱生死轮回 你还他还 他 maybe they can also be still have 法治 right 你这个你这个因为你又不回去第十八页啊 第十八页你被给我听 死亡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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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我活 对不对啊 自心信乐 乃至益生我活 对不对啊 乃至实念 有没有讲说你要断所有的这些谈生死呢 有吗 No but what I'm saying is 有很多 different levels 对 到这里 他也有大菩萨 right so do they still look alike do they still need 那个教法 这个不是大菩萨要不要这是夸赞比丘认为说一个理想的一个国土 OK 一个理想国土就减少一些人的烦恼 这个其中的一个就是让大家都长得一样 这样懂吗 这是他的一个愿 并不是讲说观音菩萨需要这个东西 我没有说观音菩萨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我一直要跟你讲一说 连观音菩萨照理他只要是菩萨他就是他的贪没有断尽 OK 既然没有断尽 就有可能啊 对不对啊 就有可能有嫉妒啊 就有可能有傲慢啊 对不对 只要没有断尽 I mean because as long as you have 自我 then you can have 交慢 but如果你断了自我 then you don't have 那但是他是对所有的往生的这个人啊 你回答我往生的人都没有交慢了吗 我问你啊 I mean not everybody 对啊 在土外 在土外 为什么这个法杖比丘要发这个研究 就是希望大家到那边都长得一样 OK 他并没有说哎呀 因为观音菩萨需要所以我才要叫他长得一样 不是啊 他是对所有的往生的人 那所有往生的人 没有都全部都断掉交慢跟这个基督啊 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法杖比丘要讲到说 哎 我在希望这个世界里边 你就少了两个烦恼 一个是交慢 没有听 有吗 no what i'm saying is there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i guess i understand that ok so 我们还有交慢 but then 我们可以依靠 第十八愿来往生 but then there are other 菩萨 from another from other world 所以他们 他们可以往生到喜乐世界 so then then this 其实这个愿 then it's not really applicable to them 他们不要 你不能这样讲啊 因为他的这个愿只是说要 make 平等 对不对啊 他是一种平等愿啊 那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需要 那因为他如果 你想说哦 这个大菩萨他长得非常这个庄严 那你是不是妨害别人 有没有 让别人起基督啊 所以这个是对的吗 当然是错的 所以你这种假设是不好的假设 就是说这观念菩萨他本身就很庄严 他干嘛要这个阿弥陀佛让他长得跟别人一样 你不能这样讲啊 因为他如果长得不一样 你就会引起其他众生生烦恼 ok 引起别人的众生烦恼 不是观念菩萨生烦恼 ok but it's not the eyes that see everybody the same 他们 because他们有神通 他们可以分别 this person is this person that person is that person 对对对 邪分别不可以有啊 正分别要不要有 当然有啊 所以佛陀有没有叫把目见人叫成实力夫啊 有没有 不会吧 所以你说哎呀佛陀有分别 所以他是凡夫 是不是呢 所以你这种因为你很多东西听来的东西就是错误的东西就是你什么叫不可以有分别什么叫不可以有分别不可以有邪分别懂吗 邪分别正分别要不要当然要佛陀从来不会把这个文殊菩萨叫成普全菩萨吧不会啊要不要分别要分别所以这不会妨碍的啊你那种假设是根本不需要的假设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个宴的目的佛陀是要分别的假设 就是说表达说我希望来我这里的众生多能够少一些烦恼的来源 烦恼的来源是什么长得不一样 对不对啊 懂吗 他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已 OK So yeah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it's not just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but then 他们的看法 right is the because you can see different things but如果 如果我们的心保持正觉 thenhowever different people look shouldn't affect us 你说对了你说对 So then why do we need like 吉利世界 to look the same on the outside because 他们可以可能保持正觉所以 所以从你的 outside 你这是一个假设说每一个人都开悟了对不对啊 对不对那你看那往生西方街的世界每个人都开悟了吗 but then they have the support so他们 you that's why we 他们 跟佛菩萨在一起 因为because they can 没有缘来生起 烦恼 烦恼 so if 如果没有缘来生起烦恼 then it's really not the outside appearance that matter 那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法政比丘是去过所有地方看到有些人长30丈 有些人长3寸3inch 所以让他想起来说 我将来我的西方街的世界最好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样OK 那长得一样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交慢跟减少基督 这样这个就是answer OK 这就是answer 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这个 你觉得他这个目的不好吗 有什么不好 I'm not saying好不好 I'm saying maybe this is just a symbolism 是不是是表法 表法对 so the point of this yuen is to 减少烦恼 it's not that everybody looks the same but the point of this is 减少烦恼 减少 所以要让人家减少烦恼 make looks like 你到那边看没多样 但是你看他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看会不会那个样子 所以你看他都长得一样对不对 你看那个样子 他看的那个样子不一定跟你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管了 这个法杖比丘只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到那边 减少因为长得不一样让你喜欢 这样懂不懂 the only purpose就是这样OK 所以你就不要管他说是不是真的都长得一样 因为法杖比丘说他希望你去看的每个人都长得一样 但是他看的都长得一样跟他看的都长得一样 一样不一样呢 I'm not sure I'm just saying the meaning of this yuen is more is deeper than just the surface which is the meaning 所以我在讲 meaning meaning背后就是为了要减少那边的人的烦恼 越来越少越好吗 来 这是其中的一个 meaning 他只是所以你要讲说他表法什么意思 表法就是告诉你说 因为众生会因为长得不一样产生焦慢产生激度 对不对 所以他干脆就让你去看每一个都一样OK 你看有每一个都 但是我一直在跟你讲 你看每一个都一样 他看每一个的一样跟你不一定一样是不是 对不对OK 所以这个你就不用worry这个事情 我们我在我们会会上有看到有一张那个极乐世界状元图 那上面我看到那个好像那个人的样子都不一样 这是画师 然后那个奥罗汉 画家画的 画家画的 那不是真实的状况OK 因为你将来真实状况是要你自己亲自到来以后才知道OK 所以现在那是画家嘛 所以今晚是不是讲吗 画的阿弥陀佛稍微大一点 那其他都小一点 对不对 那个今晚是就讲说这个画家就是没有读 没有读阿弥陀佛稍微大一点 没有读这个无量受精 所以才会画成这样OK 所以那个那不是真实的啊 对不对 那不是真实照相来的 那是人家画出来的 OK 人家画的 所以有问题是谁的问题啊 画家的问题 不是希望极乐世界的问题 是画家的问题 我们来这里本来讲说 形色 形色就是形体 比如说身体长得多高 好 那色呢就是比如说有黑人啊 有白人啊 哎 不太一样 对不对 所以在美国就是因为形色不同 所以才会有很多trouble 对不对啊 才会有很多discrimination 这是不是呢 所以如果到希望极乐世界 就是因为比赞华就来过美国了 看他就说美国这个问题 所以他的希望极乐世界 不会有白人黑人 什么人的问题 对不对啊 都一样 OK 这样的话就是他为什么有这个愿的愿 OK 这样的话就是他为什么有这个愿的愿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愿的愿的愿的愿 因为我们会有很多愿的愿的人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愿的愿的人 因为长得不一样 所以造成有一些人起烦恼 来 起烦恼嘛 所以这个法上必修说 为减少这个烦恼 干脆都看起来一样 OK 所以这边你看这个经里面就有讲到解释说 你看他讲说 有些人叫做戳落消瘦 就是长得很丑啊 又很矮啊 对不对啊 那有些人呢 又讲到大面长身 就是脸很大 然后身体好高 maybe好几十个meter OK 所以这个就是要来表示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里面还有讲一些慕年的故事 就是因为慕年有一次要测这个佛陀的法音有多元吗 所以他就一直用他的神通一直飞啊 飞啊 飞到一个国家去吗 那这个飞到一个世界叫做 叫做光明翻世界 他见到光明往如来 结果呢 那里的人都几丈高啊 那慕年有就是只有一丈六 所以到那边人家的波啊 他正好在吃饭 结果他没有地方可以坐啊 他就找 找来人家吃饭那个波的边啊 他坐在那边休息休息 结果那边的菩萨看到说 哎呀 怎么一个人虫呢 就像一个虫子一样 因为慕年比起他们 就是小得不得了 都妈 没什么他 所以他只能够 坐在那人家波的边边 坐在那边休息 所以这个 光明王佛就跟那个菩萨讲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形式这个圣者 因为慕年是个圣人 对不对啊 所以光明王如来就说 嗨 秀给他看一下 结果慕年到天空去 化现成一个大僧 坐在半空中 变成一个大僧 结果那些菩萨看了都吓了一跳 想说哇 怎么以为原来是人像虫一样 结果他有这么大的功能 就是讲到这样子 就是举一个例子说 我们像长这样子到某一些地方去 人家看着你像一个小虫一样 这个问题是 因为佛经有很多的 表法 表法 因为我们不能只能读文 而取回文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也不能讲说 哎呦我去一间看都不一样 你不需要这样 因为东生就在过来 你不要讲说那是假的 你不能这样讲 因为既然佛这么说 他已经成佛了 所以呢 就是你到了西方这个世界 你就会看到的时候 哎呀每个人都怎么长得一样 所以东坡了 但是你不能讲说 这是骗人 不可以这样 我说很多的佛说的例子 有他的表法 我刚才同意你的说法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先跟你讲说 他这样做的意思就是说 让你知道说西方这个世界 会惹你生气 烦恼的事情呢 比这里少太多了 对不对啊 你看这里 有些人就靠长得漂亮 他就可以赚很多钱 来 来 所以你会有基督呢 你就基督了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要告诉你说 到那边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环绕 OK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目的 好不好